每一场补选的投票率都是不高的 第一 他不是全国大选 全国大选每一个人都需要投票 所以每一个人都会很自然的回去投票 可是到补选的时候 可能那个的想法就不一样了 第一 他未必知道有补选 因为他在吉隆坡工作 他可能不一定有看到 在KKB这里 已经挂满了我们候选人的旗 已经挂满了各个政党的旗 他看不到 他感受不到 第二 可能会有人觉得 哎呀 这个议席 谁赢谁输 对这个州政府的政权没有影响 所以将辛苦回来投票 这样子的想法是不对的 因为这场补选之后 我们要等到2027年 你才会再来重新选你的州议员 你要从2024年服务你到2027年这段时间 这整三年多的时间 难道你不希望选一个能够真心为你服务的人民待遇事吗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觉得不选不重要 你如果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三年三年半里面 继续得到一个好的议员 能够来为你们大家好好的服务 记得五一一 请抽出你一些宝贵的时间 回家投票 选出有能力的候选人 让他成为你的人民待遇事 avoid既注意 臣 Views 使得选入 在第十的集中 人等你什么事情 他们更快 因此